哈啰哈啰 有人看得到我吗 我们等下六点钟要直播咯 然后帮我按分享好不好 有人听得到我吗 哈啰哈啰可以跟我打招呼 好所以是看得到我是不是 哎嗨大吉好记得帮我按分享 记得帮我按分享哦 好今天到爱河我现在在爱河这边哦 哎然后我想问一下哦 嗨大爷大爷AlanAlan文林 耀阳Kevin JohnnyAlanHi 好不过你们应该看到 哎我穿跟昨天一样的衣服 因为 因为我没有衣服换了 好哈啰哈啰志勇 Ryan实名 哈啰哈啰庭语 哎庭语我知道我们明天会见面对不对 Johnny安田 好我现在人在爱河哦 我想问一下哦 爱河我大概平均一个月大概都会来高雄工作一次哦 我想问一下哦 以前爱河有夜市吗 我现在在爱河看到夜市 你有没有看到我后面就是夜市 然后不但有夜市 还有供多拉河 好都听得到我讲话哈 哈啰小方 夜市 哈啰明 明明家 朝家朝家 哈啰小君 茅元 好帮我按赞分享哦帮我按赞分享 哎今天下午大家是不是有看了国政院警的发表 應該有看了国政院警的发表 大家觉得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国政院警的这个发表 我针对他的议题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哦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议题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哦 在我现在身边的年轻的朋友 大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其实像在我们这一行哦 我们的这个配啊 我们的薪资 应该是比上班族会好一点 就是比22k好一些啦 那但是我身边周遭的朋友 其实我们都很难交到男女朋友 因为要在台北要租房子 哎我问大家哦 年轻人能够一个月能够存多少钱 如果一个月存3000块哦 这样子应该算还不错了吧 有的甚至根本月光族钱都存不了 一个月存3000块的话 一年算你存40万 一年一年算存这个4万块 然后十年才存40万耶 连一部车都买不起耶 所以刚才韩市长有讲哦 现在这个有有四个东西 五个东西要抛弃哦 抛弃爱情 抛弃婚姻 抛弃你的父母 其实我在这边要说 还有抛弃父母跟孩子啊 还有抛弃 还有抛弃什么 还有抛弃 还有抛弃 房子 房子还有抛弃未来的希望 真的让人听了非常的难过 那虽然说这个是 他在讲的是南韩的一个状况 可是其实我觉得台湾也差不多 很多啊 那像在我身边的朋友 我们不敢结婚 他们都不敢生小孩 不敢结婚 有结婚的也不敢生小孩 然后生小孩的呢 就觉得还不如不要生 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了 那我之前在节目上面 有说过一个例子哦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太太怀孕了 然后他当下是觉得 他当下是跟他太太说 好那我们就生下来 可是自从他决定要生下来的 那一刻开始 他的压力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他就开始拼命的赚钱 拼命的接很多的工作 结果最后呢 因为他疏于照顾他的太太 所以他的太太就在家里跌倒了 结果就流产了 然后流产了之后 他说他跟我讲他当下的心情 竟然是有一种邪恶的 开心的感觉 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所以后来他们也离婚了 其实对啊 那就让人真的非常的难过 可是我今天下午看完了 这个国阵愿景啊 好天宇你先上班 我们明天见 然后我们真的也非常的欢迎 所有不同意见的朋友留言哦 那台湾 我看完了今天的国阵愿景啊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任何人啊 要对于现在的国阵 讲出一个愿景 我觉得都非常的难 那刚才有让我在整个最惊讶的 不是惊艳 是惊讶的 就是郭董有说 他说六岁以前 国家帮你养小孩 所以是鼓励大家 赶快去生小孩的意思啊 但是六岁以前 国家要帮你养 如果这个真的可以实现的话 那我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还蛮不错的一个政策 可是我实在是有点怀疑啊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任何人提出任何的政见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检视他的真实性 那就很有可能像今天的国阵发表 不但会让我觉得我不知道未来你做不做得到 那就很有可能变口号 那另外我觉得大家好像都是在讲 我们大家都是在讲说 有一点小小的抱怨现在的环境啦 或是说自己之前做的多好多好啦 所以我觉得国政愿景真的蛮难的 因为台湾在现在其实已经有一点病入高荒了 好支持郭台铭没关系啊 我们也尊重你啦 那我觉得台湾真的是病入高荒了 除了这个改变啊 真的是全方面的 不但是教育 不但是经济 甚至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风气啊 所以这个议题真的非常的大 然后我不觉得现在光是靠一个国政愿景 就能够讲得很清楚 那国民党有办 那民进党说真的 要为我们的未来讲出什么愿景 就算讲了愿景 到底能不能实现 这个我觉得都是要 这个都是要在检视的啦 那今天真的好高兴来到高雄喔 那另外我还要想说的就是教育的问题 其实我看完了张亚中先生他的表述 我觉得他真的可以当我们的教育部长 我没有想到张亚中先生 他写了这么多 有关于台湾的一些传记的书 甚至是DVD影片啊 这让我觉得很感动耶 因为现在台湾真的缺一个认同啊 我们年轻的朋友 年轻人对于台湾的认同 我觉得是和老一辈的是有落差的 那年轻人 我们平常最容易形容年轻人的一些话是什么 年轻人血气方刚 年轻人涉事未深 然后年轻人呢很有正义感 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对于年轻人的一些形容词 那确实年轻人也真的是这样 所以当一旦年轻人血气方刚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国家认同又有一点模糊的时候 然后就很容易被人家带风向 小飞翔说 能够带动经济就是最好的人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你觉得谁是能够带动经济的人 你觉得是大老板 能够带动经济 我承认他对于他自己本身的公司经营的非常的成功啊 那但是我在这边还是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郭台铭有说 他呢要投身于中华民国公司 中华民国公司快要破产了 那他要投身于这个拯救兵临破产的中华民国公司 可是在鸿海你是老板 但是在中华民国公司 我们全国的人民 我们台湾人才是老板哦 那我觉得最近看了这个郭董的一些 一些这个态度也好啊 他的一些表现 其实让我觉得负评是大于正评的 而且我周遭所有的朋友 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好 帮我按赞分享哦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我平常没有在直播耶 因为直播其实真的非常的累 而且我自己休息时间都不够了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开直播的人耶 我真的很佩服耶 对啊 那老实讲我自己对国民党是真的满失望的 那现在国民党既然推出了五位候选人 那我们就是 就是我想要选出最强棒啊 那民进党的话我目前其实我以前我是 我是其实是满喜欢柯P的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党派 我没有政党不挺任何特定的候选人 我这一次真的是站出来了 因为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而且我觉得台湾真的已经好凄惨了 像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 我们都在赚那些就是 赚一些微薄的薪水 微薄的收入 然后真的存不了钱 这是重点 我们存不了钱 那存不了钱 那存不了钱对于未来喔 谁敢交男女朋友 谁敢生小孩 这些都要钱耶 谁敢买房子 谁敢组成家庭 就像我刚刚讲的啊 有人一个月可以存三千嘛 好给你存五千好不好 给你存五千块 然后一年存六万 十年才六十万耶 所以这让我们觉得 未来好没有希望喔 好那另外啊 我刚刚有说过 我其实完全不挺任何特定政党 完全不挺特定的候选人 只是我现在真的要站出来了 那我也很希望所有的朋友啊 跟我一起站出来 然后包括所有还没有出来的朋友 我们明天都一定要到新竹喔 那站出来的原因 我真的要讲一下 为什么我会选择韩市长 很简单 我刚刚讲过了 看完国政院景 老实讲 对于未来我们真的不知道 对于大家所开的支票 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到底会不会实现 那我只能 我真的只能从过去 各位候选人所做的事情 那蔡英文在过去已经做了 这个年改 教改 然后一例一休 公投 和四 所以我用过去的事情来评断 我这一次要选择谁啊 那基本上蔡英文 她已经在我的名单里面是出局了 现在就剩下 柯P还没表态嘛 那我们先讲国民党这五位候选人喔 国民党这五位候选人当中啊 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善良 得能配位的 好 现在就开始讲到 未来我看不到候选人会怎么做 但是我讲到以前 我一直觉得 我之所以欣赏韩总 韩市长 是因为她在北农时期的表现啊 她的爱名如子 她对于身边的人 真的都非常的照顾 那今天国政愿景当中 韩市长也有提到啊 她有提到她好像第一年发了多少钱 然后第二年是员工的士气大增 又发了多少钱 第三年发了多少钱 第四年发了多少钱 然后绩效都非常的好 一年比一年还要好 所以以此就是我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看来啊 所以韩市长她对她身边的人是非常的照顾的 韩市长的工作态度是非常的认真的 后来呢民进党想要抢这个菜摊的江山 所以这个段一康就出来当民进党的打手了 不停的抹黑 这个抄家灭族的抹黑啊 带着检调人员去韩市长的家里查 听说还去了王小姐这边查 然后又去了学校查 到现在完全没有查出任何的不轨不公 连查案的稽查人员都变成了韩粉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韩市长那时候没有要选举哦 他还是这样子的努力工作这么的清廉 所以韩市长也说如果有贪污就把我抓去关到死 到现在请问有谁敢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这是我看到韩市长非常让我感动的地方哦 这是第一个他不是为了选举 他本来就是这么的爱名如子 那民进党对于他的打压 他本来就这么的爱名如子 就像现在韩市长当选了高雄市长 一样这么爱名如子一样哦 那第二就是韩市长他受到的打压 在北农的打压就像现在民进党要铺天盖地的铺杀他是一样的 那很多的事情时间会证明一切 现在王小姐的事情太离谱了 也证实不是真的了 那韩市长是一个经过检验的人了 所以我也希望国民党能够珍惜我们的最强棒 不要去弱弱结合 两个弱的三个弱的结合在一起 然后打这个最强棒 不要告诉我你们没有私心 没有这个权力的私心哦 真正没有权力私欲的人 真正不是为了真大位 真的是为了顾台湾的人 救台湾经济的人 当初如果看到韩市长出来 他是最强棒就会支持他了 真正为台湾好的人 是当初一看到韩市长 有一个这个艺人救全党的人能够出来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非常的支持韩市长 而不是看了国民党有希望了 好不容易有一个最强棒出来了 觉得有希望了 好那我也赶快跳出来来真 所以到底谁是真的为台湾着想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哦 对到底谁是为台湾着想 再说一次 如果真的是为台湾着想 小想的话 说真的 当初如果最强棒韩市长出来 就会支持韩市长啊 那其实我现在周遭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人 所以我也很想要 因为我今天真的很想要知道 到底高雄人是怎么想的 那另外我在这边真的也非常非常的感谢高雄人 因为你们愿意让出韩市长 让韩市长来为所有的台湾人来服务啊 我真的非常感谢所有的高雄人 我们全部都欠高雄人一份情 不管是在之前十大建设 我们把重工业全部移到高雄来 让高雄现在的空气这么差 我们欠高雄一份情 包括现在高雄人愿意让韩市长出来为民服务 不过高雄人真的非常的可爱啊 因为高雄人我知道高雄人最纠结的部分哦 其实是在于大家一直纠结在韩市长说的 叫韩市长坐好坐满 不要落跑 这个我觉得是 我刚刚坐机轮车过来啊 我也是问了那个问奖 其实大家最纠结的 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块啊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啊 不要剪接 不要抹黑 不要抹黑 不要扭曲啊 真的就是一镜到底 非常欢迎不同声音的人一起来 我们要把不同声音的人啊 也变成是韩粉好不好 也转来支持韩国瑜啊 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 在我身边啊 我不知道啊 我随便找的 看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说说话 哈喽 哈喽大哥你好 愿意跟我们说说话吗 你是网红吗 我我 真的吗 真的啦 真的 好好好 诶大哥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我们在这边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韩粉之一 你也是韩粉是不是 那你是高雄人吗 对对在地高雄 在地高雄 诶我们 我今天哦 我今天有收集了一些韩粉的问题啊 那韩粉最想问高雄人的就是 请问一下你觉得高雄人现在最大的改变自从我们韩市长上任以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是人心开放的 敢说话 敢说话 是不是 那你都说了 对 那个时代 都把我们都压抑了我们的心里 压抑到心里 那你现在想要说什么话 就是 韩市长加油 更为台湾人家 那你觉得韩市长这样子没有做满四年就出来选举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 其实 这二三十年真的是缺乏这种名字 嗯 我觉得他应该要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更有希望 诶我真的很感谢高雄人让出韩市长来 那你明天会不会去新竹 那个 尴尬了 尴尬了 我会 绝对是他的得掉 好 非常不愁放心 如果我没有去的话 我还是他的得掉 好我们很感谢这位大哥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不同意见的朋友 我相信一定有 那我们要来问问他 现在 对啊有什么问题 大家想要问 大家想要问高雄人什么问题 来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来跟我说 好我们现在来走一走 对可是我知道我刚刚访问的高雄人 刚好是韩粉 其实我更希望听到的是不同意见的人 所以那就再让我们走一走 然后大家都可以留言 好看看各位有没有想要想要这个 想要这个 我在这边看到一个 妈妈抱着小孩哦 好我来问问看 好 哈喽你好我们在直播 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吗 来来来来 没关系 你可以跟小孩一起没有关系啊 小宝贝很可爱 哈哈哈 你们是什么时候在这边摆这个夜市 这个是爱河夜市是不是 它算市集 来来来 这算是一个市集哦 对对对 那你是在地高雄人吗 对 那这个市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它这个不禁止会办的 它是这六日两天都有办 那这个因为我大概每个月都会来高雄一次 我以前都不知道爱河有市集哦 所以我说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个办这个市集的 我不太清楚 但我知道四月份有办到一次 对 所以我 所以是不是 我想问的是 是不是韩市长上来这个爱河这边才会 才变得比较热闹 这我不清楚了不好意思 好那没关系啊 那我再问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韩市长上来之后啊 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哇 后面讲了 那我真的不太清楚 好谢谢谢谢 好没关系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 好 来 各位有看到 看一下这后面哦 这个是现在的爱河夜市哦 哈啰同学我们在直播 可不可以 愿不愿意跟我们镜头回回手 可以吗 好 不好意思哦 刚刚手机摔倒 好我们这边有看到同学啊 来同学 好丑喔 在西子湾那边 对 那你是今年毕业 对 要开始找工作 对 他要开始找工作 那请问一下你是高雄人吗 是 高雄在地人呢 好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这是我们网友搜集的问题啊 这个网友说 网友想要问啊 在韩市长上任之后 高雄有没有一些改变 就是你的感觉 我想罢免他 好没关系 我们支持任何任何的意见啊 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要罢免他 因为大家都说韩市长清淤啊 铺路啊 然后现在又为年轻人募款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诶这个你拿好不好 这是麦克风 啊 他不要按大 蛤 可以一下来就好了吗 我有点 没关系 因为你讲了这个议题 我们很想要知道啊 对啊 所以你是为什么会想要罢免他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就觉得他在好笑 好笑就是说大话 对啊 那你觉得他说了什么大话 是让你觉得说 你觉得不OK 迪士尼啊 迪士尼 赛车场 就很多啊 赛马场 阿诺 摩天轮 现在又说八月要干什么摩天轮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吧 好 因为这个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啦 就看看他怎么样好不好 那我现在请问你个问题喔 之前这个高雄有一个 这个马术活动 赛马的马术活动 你有去吗 没有 一定没有嘛 你喜欢赛马吗 不喜欢 诶我也不喜欢诶 这么巧 对 所以其实我是没有很喜欢 他赛马场的意见 那他之前 诶 诶 他很会当主持人诶 你看他还把这个给我 好 那我请问一下 那像之前啊 他有办一个马术活动 说真的办得很成功 但是去的人也不多啊 那我相信高雄人对于这个赛马的活动 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有兴趣 我们不像香港 对不对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啊 那韩市长在体察到了名义 他发现了赛马场高雄人不喜欢 台湾人不喜欢 没有兴趣 那你觉得还要不要硬盖下去 不要啊 浪费钱 对不要浪费钱对不对 你有在做轻轨吗 捷运 有做过 轻轨 但是比较不长对不对 限不多吧 我觉得限多高一点 就有人做了 好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 请问一下 如果你觉得他不应该要盖赛马场 但是 这又是他的证件 那到时候 你觉得 他该怎么抉择 是不要 是这个 不实现这个证件 还是 继续盖下去 实现这个证件 让他养蚊子 让赛马场养蚊子 我觉得他有没有讲 太多不会盖啊 因为他就是都在好笑 好 那我先问一下 那如果他八月份盖摩天轮怎么办 怎么办 跳下去啊 应该就养蚊子 你要不要再上一次我的直播 应该就养蚊子吧 真的不能这样子 好 所以盖摩天轮 万一就是养蚊子的话 好啦 不过因为你也是高雄人 你刚毕业 你是哪一科系的 我金融 金融欸 那你要之后要 现在要开始找工作 对啊 你想要找金融相关吗 还在看 不一定 好 那因为你是年轻人啊 所以我也想要问一下啊 你最 之后的期望是什么 就是你 你会留在高雄找工作吗 会啊 会 那你的这个 对高雄的这个期待是什么 有吧 或是希望市长 在为年轻人做什么事 嗯 创业方面吧 创业啊 好 那韩市长有听到 那你知道他有成立青年局 然后有一个 这个募款的基金 给青少年创业 你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你会去网站上去看一下 说不定可以帮助到 好不好 欸 我在这边还是要 谢谢高雄人 因为高雄人真的非常的可爱 好 真的非常的可爱 让出韩市长来 出来选总统 好啦 谢谢同学 谢谢 你们有 你们有没有想要说话的 都没有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先离开咯 好 好 那刚刚有听到很可爱的同学啊 他们有说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啊 嗯 没关系 反正我们接受不同的声音 其实如果八月份 欸 我是不是应该跟他留电话 啊 然后八月份如果有这个盖摩天轮的话 是不是要请他 再来一次直播 好 没关系 但是真的 欸 各位可以看到啊 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人 我们现在这个直播很多人是高雄人啊 所以 高雄人 以前爱河有夜市吗 欸 我每个月都来一次高雄欸 我不知道爱河有市集欸 好 那刚才是听到年轻人的想法 来 我们现在再来 我有看到情侣 可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过去 因为我万一问他 现在我们要抛弃爱情 抛弃婚姻 抛弃父母 我怕会被打 好 没关系哈 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欸 我在这边又有看到一位 哈喽你好 我们在直播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 来 没关系 Let's say hi 嗨 嗨 请问你是高雄人吗 是 在地高雄人啊 好 太好了 请问一下你今天是来这个摆摊的还是 逛街 你今天是来逛街喔 我想要问一下喔 高雄这个市集现在是每周六日都有 对不对 嗯 没 诶好好 那没关系啊 因为我看人还蛮多蛮热闹的 我想要问一下喔 韩国瑜市长上任之后 你觉得观光人潮有没有变多 有 真的是有是不是 那请问一下喔 韩市长他上任之后啊 因为全世界的眼光真的都在注视高雄 他实在太红了 那我想要问一下 那我想要问一下 你觉得高雄人 请问韩市长让你 他的这么多的政绩啊 最有感的是什么 很多啊 清淤啊 铺路啊 不好意思 沒關係你不要 不要那么远 清淤啊 铺路啊 或是发展观光 你不要卖农鱼产品 就是对你而已 你最有感的是什么 铺路吧 铺路 铺路是不是 你家前面路有被铺吗 附近 诶附近真的有 所以是真的有感是不是 对 那我再请问一下喔 现在高雄下大雨喔 雨有没有比较快 那个水有没有比较快被退掉 有吗 有喔 那请问你支持他去选总统吗 没关系 诶我跟你讲没关系 我们不同意见全部都接受 还在考虑 还在考虑 你考虑的原因是什么 诶麦克风给你拿 诶 考虑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不会投吧 为什么 男星你告诉我们为什么 我们想知道 会多选择 会多选择 好那如果到最后 出来就是三个 柯文哲 蔡英文 还有韩国瑜 就这三个 你会投谁 柯文哲 你会投柯文哲是不是 你是高雄人 然后其实你也觉得 铺路有感 那你怎么还会去 投柯文哲 还在想 所以就还在想 好那 那我想要问说 你还在想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没有觉得说 应该要 可以投给韩国瑜市长的原因 是什么 就 还在观察 那他哪一项 他的什么样 哪一个地方 是你还在观察的 重点 那他之后 持续 会不会 还有什么政绩 哦 讲到重点了 要看一下 韩市长之后的政绩 持续 接下来的政绩还有什么 但是你觉得 他这六个月来 你满意吗 还可以 还可以 说真的 铺路 这个水 退掉了 差很多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啊 那我们再继续去找人 那我觉得 接下来 我觉得可以 找 好 我在这边 又有看到年轻的情侣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帮我分享按赞 今天真的很辛苦 因为其实 其实高雄还蛮热的 然后我本来想说 六点钟 应该已经会 应该已经这个 天气应该没那么热 结果其实还是蛮热的 好 好那 现在我们再继续 再来问一下 大家的一个意见 好 其实我在这边有看到 看到一对情侣 我们来问问看 看到一对情侣 我们来问问看 好 好 可是我觉得我可能要 好 我现在 我好 我发现目标了 发现目标了 三个年轻的男生 好 翻来 哈啰 哈啰 你们好 嗨 我们在直播 可不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好不好 来 哈啰 跟我们镜头挥挥手 哈哈 哈哈 请问一下你们是高雄人吗 不是 不是 你们是哪里来的朋友 台南 台南的朋友 唉 让一个位置给我坐 好不好 坐你们中间 好 好 好 先问你好了 台南的朋友 请问一下你今天是来高雄玩 还是来工作 没有 来 来 来 这边乱晃 来乱晃的喔 台南过来要多久 大概 40分钟 所以 唉 台南人干嘛不在台南玩 干嘛跑来高雄 嗯 刚好来这边吃东西 然后看到这边有活动 然后就过来这边逛逛 好 那我想要问一下哈 请问一下你对于韩国瑜市长 高雄的市长 他去选总统 你的感觉是什么 支持 支持赞成还是不赞成 赞不赞成 不太赞成 为什么 先 觉得先把高雄 来 做好 再去选比较下当 可是你不是高雄人 所以很可惜 但是我想要问一下哈 你觉得他应该做好做满 对不对 对好 那我再请问一下哈 其实啊 我刚刚有访问一些高雄的朋友 他们有觉得韩国瑜做的事情 是让他有感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市长 然后又很努力的工作 那你觉得 如果他出来带领全台湾人的话 你觉得如果是这样呢 不要就是 不要纠结在那个做好做满 这样子 他如果出来可以给我们全台湾人更好的生活 如果是这样的理由 你能接受吗 那我可以啊 你立马就可以了 所以那你会投给他吗 到时候先看 看有谁 现在还 情况还不明朗 还不确定 好 说情况还不明朗 还不确定啊 那我请问一下 就蔡英文 韩国瑜 柯文哲 你选谁 谁都可以都无所谓哦 我们这个没有任何政治立场 刚才就柯文哲 你选柯文哲 那柯文哲要不要做好台北市长做好做满 哈哈哈哈 应该也是要啦 所以啊 所以我也还不确定 搬今天 所以还不确定啊 但是我相信 就是未来如果 韩市长 还有更多的政绩的表现的话 然后大家都是对他是肯定的话 我相信 你也会有 更多的考虑韩市长的空间 对不对 嗯 好那我现在问一下你的朋友 诶那你勒 那你呢 对啊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哦 就是说韩市长 你对韩市长的印象如何 诶 哪里是什么都可以讲哦 他很会讲话 嗯 对 那你本身是支持他的吗 诶 不是吧 不算是 那你支持谁 如果是蔡英文 韩国瑜 柯文哲 柯文哲 柯文哲是不是 对对对 好那原因我可不可以知道一下 因为我觉得他把台北市做的还不错 台北市做的还不错 啊你知道现在大巨蛋吗 双子星的是吗 我觉得那还蛮复杂的啊 对 对啊 而且也是要靠中央配合对不对 去了解的话 嗯 我觉得还蛮复杂 不是客问这个问题吗 嗯 只是他单向问题啊 嗯 对 那请问一下你觉得韩市长做的怎么样 我觉得他讲话有点浮夸 有点浮夸 有点浮夸 好 没关系没关系 最浮夸的 你最不爽哪句话 你觉得 怎么可能 是哪一个 全部啊 可是 那他不是说 热气球飞过去了 哦 热气球齁 好 还有呢 还有什么 迪士尼 嗯 可是他这个如果 他这个如果说他是提出一个想法 这个不是说是他的政见的话呢 他没有告诉你说我要迪士尼来 他如果说 可以考虑迪士尼可不可以在高雄 如果是这样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不是说我当选以后迪士尼要来 他是说 是不是可以考虑迪士尼 可不可以来我们高雄 评估一下 那是这样子的话呢 但是 很困难吧 这 一般人想都觉得很困难 那为什么要讲 你觉得 好 对 诶那我再问一下 小时候 你跟你妈妈说 妈妈我长大要当太空人 你妈妈是跟你讲说 你闭嘴 做不到的事情干嘛要做 你白痴啊 还是说 诶 长大要当太空人哦 好啊 那这样子的话 妈妈带你去买一些书 然后我们要去多了解哦 那妈妈会帮助你 我们一起努力学习 你会是哪一种父母 我会跟他说那很困难啊 姐是读教育心理学的 希望你以后多鼓励你的小孩 不要跟他说很困难 你要跟他对 没有没有这个 这个跟韩市长无关 这个是教育上面 如果孩子真的告诉了你一个梦想 那最好的方式 比较正面的方式 是告诉他说 好爸爸帮助你 我们一起努力 那我们要了解很多 关于外太空的事哦 那我们一起去买书 大概是这样子的方向 小孩子会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正面 好 那你觉得人民是不是政治人物的爸妈 好啦 谢谢你们啦 祝你们玩得愉快哦 好 其实啊 你要找是不是 好你可以找我的名字 有没有看到 好其实因为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 人民其实就是政治人物的父母 当我们的 当我们小孩子提出来一个 这个想法的时候啊 如果你是马上断然的告诉他 不可以 你做不到 还是你会告诉他 好我们一起努力试试看 那如果要实现这样子的梦想的话 我们需要怎么做 怎么做怎么做 好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会是比较正面一点点的 好不好 好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对于柯P 还是 蛮喜爱的 所以我觉得 也不要说别的哈 我是不太想带风向啦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因为最近看了这个果冻的表现啊 我身旁的亲朋好友 其实是非常失望的 而且是负贫大于正贫的 所以现在我身旁的亲朋好友 已经在讲了 如果说到最后出现的是果冻的话 大家可能真的就要去投柯P了 对反正重点就是拉下民进党嘛 所以好好好大家听听就好 好那我们继续走咯 我这样播多久啦 哦双语教育是不是 好 好我来问问看哈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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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就是情侣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打扰人家 好这边有看到了 哈啰你们好 我们在直播 有没有愿意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 好谢谢 好我再访问一个哦 要要收工了哈 哈啰哈啰你们好 我们在直播 愿不愿意跟镜头打个招呼 好来跟我们说个哈啰好不好 好来 这边有个很可爱的女生哦 还有她的妈妈 两个都是美女哦 诶问一下哦 你是同学嘛对不对 你多大啊年纪多大 13 13岁是不是 哦那诶现在是暑假了吗 对啊 快了哦 对啊 快了哦 好我坐到妈妈这边好 诶请问一下你们是高雄人吗 是啊 诶高雄在地的哦 没有啊 最近那个韩国瑜有去颁奖 你有被他颁发到吗 没有 没有啊 没有没关系啊 那我们想要问一下 因为在地的高雄人 首先我们很觉得高雄人很可爱 然后你们很大方 让韩国瑜市长这样出来选举 那我们想要问一下 你对于韩国瑜市长的一个 这个评价如何 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是不是 还不错 对啊 没没没关系 没没你说 真的没关系啊 我们这个没有政党 没有政治倾向的 都没有关系的 没有啊 他太小了啦 太小了 因为才13岁 对才博一而已 好那妈妈 请问一下 韩市长当选到现在六个月 你最有感觉的政绩是什么 很多什么铺路啊 清淤啊 我清淤都可以啊 都不错 我觉得都可以 都很棒 那现在 其实对妹妹最重要的 双语教育 你怎么看 因为她已经 我讲 其实我是蛮支持的 但是她说实话已经大了 已经来不及了 哈哈哈 对 好 不过妈妈我想问你 因为现在这个教改 已经这个改了 所以妹妹是13岁 是国中是不是 对啊 你们国中 你们学校的课本 是不是跟其他学校的课本 都不太一样 就是有分好多版本 对不对 有什么南依康萱 那这样子你们 一直都这样吗 一直都不一样啊 以前是一样的 以前有 教改之前是同一的 以前有 教改之前是同一的 换个手 换个手 手伸换个手 好那我想问一下 再加上升学的管道 真的很多 有多元升学的管道 请问一下 你们都搞得清楚 教改到底在讲什么呢 事实上是不太清楚 那你的女儿有因此 比较没有那么辛苦 还是说补更多的习 一直就有在补习啊 一直都有在补习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好像改 跟没改名差吧 对啊 没什么太大差别吧 还是要补课了 好所以那可是 因为我们的教改 现在 现在其实搞的学校 现在108课 刚又要上路了 所以又要 又要再做一些调整了 那对于你们来说 父母亲知道 要怎么样的去 帮助孩子的功课吗 嗯 我们家比较放任他自己 自己去努力这样子 对啊 这样子哈 好那 诶那妈妈你是哪里人 我大陆来 哦 好 对 好那就我们就先今天到这边 好 祝你们玩得愉快 嗨 诶哈喽我们在直播 你在吃什么 冰 对 你愿不愿意给我们看一下你吃的 看起来很好吃 诶我播到饿了 诶 要入镜嘛 可以冰入镜就好 还哟没关系啦 你高雄人吗 诶高雄 诶又看到高雄人了 高雄人最可爱了 我最喜欢高雄人了 你看一下这个冰 好好吃哦 所以你们全部都是高雄人 对 太好了 遇到高雄在地人了 然后顺便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对于韩市长的一个 一个感觉 觉得他上任半年来 有没有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你最有感觉 没有吧 路变平 哦 有路变平是不是 那他向到现在都一直在挖下水道啊 清淤啊 有没有下雨的时候 排水比较快散掉 那边没有积水 那边没有积水啊 好那 想请问一下哈 你觉得对于韩国瑜 他出来选总统 你的感觉 我的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你 你会不会投他 诶 我们这个没有政党 没有政治倾向 没有政党 什么都可以说 那你觉得你会不会投给他 不清楚 也不清楚 好 蔡英文 柯文哲 韩国瑜 你会投谁 好逼人哦 不知道 那你现在韩国瑜市长的政见很多 那你最希望他实现哪一个政见 哪一个你最喜欢的 还有什么政见啊 诶 我看你 我帮你选珍珠妈妈好不好 珍珠妈妈 没有啦 没有啦 珍珠妈妈是对于单亲妈妈 弱势家庭的一个照顾 所以你不需要啦 好啦 你不需要 珍珠妈妈这个很好啊 也很好对不对 他都有在做公益 有在关怀弱势啊 什么的 他这个很好 我觉得这个很好 好那你要不要帮我们韩市长加油 韩市长加油 韩市长加油 好 谢谢 他很腼腆很可爱 好 啊 对啊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真的差不多到这边 就要结束咯 好 哇 真的是 大家也都 看得差不多了 好 我现在看看你们在写什么 我跟你讲 对我来说没有难聊的人 都可以聊 好 还要下一位哦 好 好 没关系 清创 好 没关系哦 因为韩市长的这个 刚刚我们总结一下啊 刚刚所访问的啊 好 有 大部分的年轻人啊 其实对于韩市长 大家都是 这个 当然有支持的 有不支持的啊 那都没有关系 可是我觉得我们 选一位候选人 一定要选一位 有人品的 那我觉得韩市长最重要的 他改变了社会的风气 但是 爱与包容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在台面上的候选人 有谁是没有口出恶言的 哎 要知道哦 政治人物 他就是我们人民的榜样哦 我们人民都会选他 学他哦 如果我们选出来的是一个 常常会爱剪接啊 剪接啊 剪接影片啊 或是爱谩骂啊 或是爱酸人 像这样子的政治人物的话 那他给我们代表的意义就是 他这样做是对的 他这样做是可以的 那所以我觉得 我是不希望 台湾的社会风气 变成这样 还觉得太短 好 所以我们 而且现在台面上哦 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他去年 已经改变了高雄的选举风气 他把我们本来哦 讲话非常尖酸 非常尖锐的陈其脉 已经成功变成暖男了 所以我相信这股风气 绝对绝对会一直蔓延下去 那我觉得在这边 其他的候选人 真的要向我们韩市长看齐 爱与包容 另外在这边再呼吁大家一下 6月30号 明天的三点钟 然后军军会在工艺摊位做义工 发一些饼干啊 送给大家吃 所以所有的韩粉 每天三点钟的时候 可以到工艺摊位来找我拿饼干 然后当然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合照 我要跟大家合照 一定要来找我哦 还有就是在这边呼吁所有的韩粉 希望大家自己带着垃圾袋 然后如果我们自己的垃圾 可以自己带走的话 韩家军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或是青年军就不用那么辛苦 留下来清扫这么久了 好 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明天见 拜拜 好明天三点 工艺 对工艺摊位